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题 战狼从培武突然离职回国 原因不明 西安发生重大列车追尾事故 车厢严重变形 官方表示是人祸 一带一路的骑手胡碧亮突然逝世 死因成谜 中共海军75周年庆碰上了美飞肩并肩军演 北京宣布不办阅兵 将新时代来临 中国公务员被迫提前退休止损 朱令的父亲置信中国最高检 要求重启调查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从培武突然离职回国 原因不明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有加拿大的媒体透露说 已经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约5年的从培武 本月初的时候突然离职回国 没有举行任何的告别活动 原因不明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在当地时间的4月19号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表示 自2019年以来 一直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从培武 已经通知加拿大的全球事务部 相当于外交部和其他驻沃泰华的外交使团 他将离任回国 从培武在一封信当中表示 4月9号是他在任的最后一天 这项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外交使团的一些人感到意外 大使馆的其他使节通常会在大使离任之前 与大使馆的同行举行一系列的告别活动 另外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了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说 加拿大的全球事务部的发言人表示 联邦政府事前已经获悉 从培武已经回到中国 发言人表示 外国驻加拿大代表的平均外交任期约为四五年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任命了赵勇为加拿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现年57岁的从培武于19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外交部担任外交官 他曾经在中国外交部的北美事务司工作多年 2019年11月份的时候 从培武被任命为驻加拿大的大使 从培武任驻加拿大大使的期间 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急剧恶化 加拿大在2018年逮捕了华为的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 中国关押了两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夫以及康明凯将近有三年的时间 至于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此外 沃泰华多次的指控中国干涉加拿大的选举 2022年12月份的时候 加拿大指控中国在当地设立了秘密警务战之后 从培武更多次的被召见 从培武离任之际 加拿大的全球事务部的副部长莫里森正在访问中国 这是推动北京和沃泰华和解努力的一部分 外界认为这次的访问是加拿大外长乔美兰访华的前奏 好 再来看一下 西安发生了重大的地铁追尾事故 车厢严重变形 官方称是人为失误 来自零河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西安的一列车在试车的时候 据传发生了事故 车头和车厢严重受损 还传出了有人伤亡 根据中国媒体肖乡晨报的报道说 在中国网民星期六也就是4月20号的凌晨发帖表示 预计今年正式运营的西安地铁的10号线 在试车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网传的图片显示车头和车厢在强烈的冲击下严重的变形 有网友在评论区当中表示 有人员在事故当中伤亡 媒体就此事致电了西安市政府以及西安的高陵区政府 还有高陵区应急管理局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单位 但是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均表示 没有接到事故的报告 媒体致电西安市的交通运输局多个部门 西安市的轨道交通集团 运营服务热线都没有人接听 而当地的12345热线的接听人员受访时 只是表示目前了解到事故发生在4月19号 事发的地点 事发的详情伤忙的情况 都需要等待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的通报 西安市的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受访时 也证实有处理这起突发的事故 但是处理主体是西安市的轨道交通集团 而西安市的轨道交通集团的职办人员 在受访时回应表示 该电话负责处理整个地铁的重大事故 当被问及上述的试车事故当中 是否有人员伤亡的时候 值班人员回应表示伤亡是重大事故 但是这个值班电话是用来处理今天地铁上发生的事故 报道表示西安地铁10号线17预期于2024年开通运营 西安市政府在3月18号的时候公布的附件 开通运营地铁线路实施方案显示 地铁10号线17的进度为2月份的时候地下段具备动车调试条件 3月份的时候启动综合连条 4月份的时候升屏障施工完成 5月份的时候还原中路停车场开始动车调试 6月份的时候正线信号系统取得空载试运行安全认证 7月份的时候空载试运行 8月份的时候车站站内的精装修基本完工 9月份具备初期运营的条件 上述的消息在互联网当中引发了关注 登上了中国微博热搜榜 不少的网民质疑官方知情不报 是想要掩盖整个的事件 有网民质疑为何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个小时 官方完全没有通报 甚至连记者致电当地的政府单位询问 也没有办法得知任何的进度 最新的信息显示在4月20号的时候 西安的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就发布了通报 表示事故的原因是试验人员处置不当 导致了车辆追尾 造成了车厢局部受损 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分析调查当中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 专坑穷国 不仅造成了许多穷国债务违约经济破产 还引发了部分国家民众的反弹 将怒气出在了中国工程师的身上 中国也自己吞下了不少的呆账 不过这项倡议并没有因此喊停 曾经呼吁中国女生嫁给非洲人 延续中国与第三世界有益的北京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学院的执行院长 一带一路研究院的院长胡碧亮 忽然传出了因为突发疾病死亡 享年62岁震惊了外界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表示 中国的经济学家胡碧亮 因为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 医治无效 于2024年的4月17号 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胡碧亮生前担任了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的执行院长 新兴市场研究院的院长 一带一路研究院的院长等些职务 北京师范大学在复文当中评价 胡碧亮为发展经济学本土化研究的 有力推动者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化实践的重要贡献者 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胡碧亮积极地为此政策进行大外宣 并且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一带一路研究院 发表数十篇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 胡碧亮还提出了奇葩的言论 他曾经公开地呼吁 中国女生应该多和非洲人交往 和非洲人结婚 引发了重怒 去年胡碧亮在一个座谈会上更是声称 给非洲留学生一年十万块钱人民币的奖学金太低了 再度的召来了骂声 有知情是在中国微博当中透露 4月17号的下午 胡碧亮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突发疾病倒在了奖台上 送医之后医治无效死亡 胡碧亮是近十天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名病亡的知名教授 关于胡碧亮的适事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指称是因为突发疾病 医治无效 而真正的死因依旧成谜 好 再来看一下中共海军75年庆 碰上了美飞兼并兼军演 北京宣布今年不办海上阅兵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表示 中共的海军今年将成立75年 根据中共官方安排的活动 在青岛将安排六艘舰艇向公众开放 但是今年没有安排海上阅兵的活动 中共的海军在4月20号的时候 举行了中国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 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继第十九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记者会 中共的海军政治部的宣传局的局长 冷国伟在会上表示 官方安排的活动包含了 举办在青岛博物馆组织致敬人民海军的相关仪式 海军部队军营开放活动 海军军乐队的表演 美术作品展 学习教育活动等等 因此根据在4月20号的记者会的介绍 今年中共海军75周年的活动 没有海上阅兵 而根据冷国伟的介绍说 4月20号到4月24号 在青岛大连烟台上海厦门广州 湛江海口三亚等地的海军部队 组织军营开放的活动 其中在青岛港三号码头 青岛的澳藩中心码头 安排6艘舰艇向社会公众来开放 根据活动的安排 在青岛将安排052D型的驱逐舰 贵阳舰和开封舰 051C型的驱逐舰 石家庄舰 还有054A型的护卫舰 邯郸舰 以及903型的综合补给舰 可可西里湖舰 还有926型的原旧救生船 洪泽湖船等不同类型的舰艇 位于青岛港三号码头 和澳湾中心的码头来集中展示 而中国海军参谋部的办公室副主任 屈涛则介绍了第19届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情况 他表示这一次的论坛年会 将于4月21号到24号 在青岛召开 主题为命运与共的海洋 一共有29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团 180余名的外方代表参加 其中20个国家的海军 还有海上防卫部门的主要领导会参加 报道表示 2019年解放军的海军成立 70周年的时候 中共的官方举行了海上的阅兵 而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出席了海上的阅兵仪式 2014年的时候 解放军海军成立65周年 举行了多国的演练 本在结束之后会举行阅兵 但是适逢马航的事件 当时时任的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 梁洋指出 由于马航客机失联原因不明 多方长时间的搜寻卫国 给所有的乘客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此特殊的情况之下 中方决定在解放军海军成立日之际 不举行多国的海上阅兵活动 另外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中国海军成立75周年之际 美飞将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 兼并兼联合军演 这项一年一度的演习 从4月22号起到5月10号结束 届时将有约16700名的军人参加 美方将出动11000人 飞方将派出5000多人 他们将参加海上安全空中核导弹防御 动态导弹打击 网络防御以及信息作战等方面的训练 美飞军队兼并兼演练 举行史于1991年 至今已经有34个年头 在今年的年度演习当中 法国军队将首次派出一艘护卫舰来参加 与菲律宾和美国的海军军舰 在马尼拉南中国海内的专属经济区联合巡航 这次由菲律宾美国和法国海军联合举行的演习 被视为历届兼并兼规模最大的一次 但是法国和菲律宾两国并没有签署驻军地位协议 因此法军只能够在菲律宾的领海之外来参加演习 另外路透社的信息表示 这一次的演习旨在提高美国和菲律宾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 这一次演习是在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 频频采取咄咄咄逼人的行动的背景之下进行的 而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是中美紧张关系的导火索 针对美飞计划当中的演习 中国外交部已经警告菲律宾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挑起对抗 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降薪时代来临 公务员被迫提前退休止损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近年以来中国公务员以及事业编制人员被大幅度的降薪 有人不得不提前退休以锁定工资 有人原本计划去年退休 因为期待一年之后加薪再退休 但是没有料到新的政策出台 今年的退休金被削减了仅三成 去年的时候 中国各地接二连三的传出了事业单位的员工 被降薪或者是取消福利 北京 上海以及扬州等地 近期再度传出了因为政府的财政的补贴减少 导致了退休教师 医生等一些政府失业单位的员工的收入 严重下降 中国网民热议 中国是否进入了全民降薪的时代 居住在广州和昆明两地的许红 本周五 也就是4月19号的时候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师表示 她的包妹担任中学的教师 但是去年的技巧工资被停发 薪水被削减了五成左右 她表示她的妹妹是事业单位的老师 一年的技巧工资都没有发 还表示她的工资比2018年的时候减少了45% 而现在年薪20万还不到 她妹妹带的是高三的高考班 又是班主任 2018年的时候她拿到了近40万元的年薪 去年8月份的前后 北京 上海等中国的大城市的 政府失业单位的编制人员 也开始了被减薪 根据中共的官媒人民网 还有21世纪经济报等多家中国媒体的报道说 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 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工资大幅的缩水 绩效奖金和夜班费降幅达到了50% 多位医务人员以及相关的专家分析 近年以来医院亏损是导致医生降薪的主要原因 此外由于防疫等些工作量的增加 基层医院要购买日常防护所需要的防护设备等等 支出又增加了 另外上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人士还表示 他们当地派出所一名警察后悔没有在去年退休 导致今年的退休金被大幅的削减 她说中国的公安行业有内部政策 就是说年满50多岁但是工作年限达到了30年以上 就可以提前申请退休 有一个派出所的警察 他2022年就符合了这个政策可以提前退休 他就说他再干一年 届时他的退休工资可以多领1000块钱 那时他退休的工资可以拿到9000多元到1万块钱 而他就是多干了一年退休的时候只能够拿到5000块钱 为此他的师弟还讽刺他是偷鸡不成18米 而广州的一名网民表示 他的母亲是当地的某高校的退休教师 每个月的退休金约为8000块钱 最近接到了学校退休办的通知 退休金8000块钱降至了4500块钱 而9000元的退休金被降至了5000块钱 另外中国成都一接到办事处的负责人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面对不断下降的薪水 他的许多公务员朋友选择提前退休 因为这样退休金不会减少 该名人士还表示 随着年轻人失业人数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每一天都在爆发 非常的可怕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表示 自从去年年初开始 中国的北京 上海 杭州等地的公务员 包括警察均大幅的减薪 20%左右 导致了公务员的情绪大受影响 湖南诸州的一名前公务员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警察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大不如前 另外中国的直辖市天津一事业单位的退休教师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根据他的了解 天津 南京 大连等地的警察被降薪两成 他表示这是疫情之后才出现的 要求公务员降薪 退奖金的情况也开始多了起来 以前没有过 他表示老百姓眼中的铁饭碗金饭碗 现在开始降薪了 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 报道表示 近年以来中国各地政府因为卖地收入大幅的减少 地方财政的负资产情况严重 政府财政遇到了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问题 公务员减薪似乎无法弥补庞大的财政漏洞 去年的数据显示 中国现有公务员约700万 参工人员约1300万 事业编制约3100万 临时工约4000万 合共超过了8000万人 另外有退休人员3000万 好 再来看一下朱令的父亲置信中国的最高检 要求重启调查 来自向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清华大学的女生朱令 30年前被投毒 其父亲吴承之 近日证实已经于4月15号的时候通过邮递的方式向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当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检查建议并敦促其对该案件继续的侦查 朱令是清华大学92级的学生 1994年末的时候开始突发怪病 之后被确诊为剧毒物 驼中毒 各方都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 警方也曾经立案调查 但是至今无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